熟悉DIY的小卡应该知道 这几年的AMD X3D系列CPU在游戏上的表现可谓是一技绝尘 过往的X3D CPU还有激热的Debuff 但自从今年的第二代3D Recast把缓存层放置在下方后 激热的问题有明显的改善 如果说减缓激热对于散热优秀的台式来说只是锦上添花 那么温度敏感的笔记本就是雪中送炭 这也让我非常好奇 今年X3D在笔记本上的表现 不过由于AMD和华硕的特殊关系 新品总是会优先给华硕 像8060S这颗媲美4060的超级核显 至今都没有看到其他大牌去搭 所以嘛这次的X3D笔记本又又又又又是凹记的手法 没错这期视频的主角是X3D版本的凹记魔霸9 搭载16颗全大核锐龙R9955HX3D GPU RTX5070T笔记本电脑GPU 采用冰川散热架构3.0 三风扇 七热管 屏幕为抗炫光的新微屏2.0 具体配置如下 温度控制方面 9955HX3D在魔霸9这套模具下单烤30分钟仅为一天的78摄氏度 双烤更是下探至70摄氏度 这可是笔记本啊 影音X3D的温度极低 噪音控制也压到了50分贝 理论性能方面 9955HX3D R23接近4万大关 而GPU方面 5070T笔记本GPU稍弱于4080笔记本GPU 和桌面的RTX3080差不多是一个水准 虽说首发时间有限 但如果测试样本太少很难精确 我们也不会为了达成某种结论特调游戏 所以选择了 干命 在这几天内 我们实测了200多个项目 单台笔记本包含了70个测试项目 光是游戏我们就测试了30款 并分为了4个板块 涵盖了Valcan DX11 DX12 API 20款左右的游戏引擎 做好了前置准备 跑分也验证了两遍并留档记录 只要试人测试始终会有误差 要减少误差只能堆量 让个别错误不会影响到整体 之后也会确保 每款产品都严格按照此测试标准来执行 并不断的迭代完善 这一季是对我们的负责 也是对大家负责 那么测试开始 首先是X3D CPU占据统治地位 电竞游戏 对 你没有看错 搭载995HX3D的魔霸9实现了越阶打卡 以数倍帧数优势超过了 794VHXP55 5080的组合 同样能倒反天罡的游戏 还有SS2 学区0 获得智门3 几乎可以说 只要是吃CPU的游戏 无论是电竞还是网游 笔记本X3D也能和桌面一样 暴揍非X3D的CPU 并且温度极低 Login极其稳定 而比较吃显卡的游戏 尤其是光追游戏 那就和上代RTX4080本 占一个梯队了 只不过不同引擎 对于GPU的侧重不同 有的对新架构有优化 有的会对显存更加敏感 而这次索尼微软第一方工作室 引擎制作的游戏 笔记本5070T均会强于4080 但只要是虚冠5 就会输给4080 当然如果你平时玩的游戏 要开DioSS 战况又会反转 5070T即使不开4倍插针 光是2倍就可以打败 DioSS3下的4080 开4倍插针 那就是不讲武德了 这是X3D版魔霸9 不同设置下的游戏总体表现 经常有观众问我 为啥不测XX游戏 那是因为一些动态天气 和随机地图 随机同屏人数的网游 真的很难控制变量 我们会在后续测试过程中 不断的优化和修正 这里也非常感谢上期指证 天气线2应该进行模拟速率的观众 如果是以商业角度来看 9950HX3D配5070T是比较明智的 因为笔记本5090 只比5070T强了30% 价格却贵了不少 电竞游戏又不怎么吃显卡 完全可以把魔霸9定位为网游专用本 但作为数码爱好者吧 又很想知道这颗CPU的上限到底在哪 此轮测试 我们通过USB4外接了显卡 与之参照的桌面CPU为7800X3D 需要说明的是 外接是有损耗的 我这一台拓展物 外接5090币 Timespy会降至3万分左右 所以桌面参照显卡选择了理论接近的4080C 而像非常吃带宽的游戏 外接5090币反而会导致帧数下降 所以仅供参考 其中2077新银杀手9955HX3D 几乎和桌面的7800X3D打成平手 BOTA2更是强了13% 绝地求生也略强于7800X3D 最夸张的当水生化4非神化 在不被外界拖累产生负收益的游戏中 仅有CS2和漫威针锋输给了7800X3D 这个理论上线对于笔记本来说是相当之离谱了 还是被外界拖累的情况 这里呢也期待一波凹尽技嘉的显卡盒子 希望能在兼容性和传输速率上进行优化 而这一代的魔霸9模具采用的是枪神8的方案 三角斜切4G RGB键盘 全系标配U型底盘灯 如果你喜欢开风铃月影 那大概率会爱上这个触控键盘 但9955HX3D配5070Ti这个组合 说到底会更加适合电竞玩家 至于能不能吸引到3A老 那最终的定价就非常重要了 你们认为魔霸9定价多少能接受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